虽然他对我不友善 可是他今天看到我了 一定跟我有缘 我将来用这个缘把它转为清净 在无量节的时候 将来别人不能度他 你就可以度这位小姐 为什么 你跟他有缘 而且你是发菩提心的清净心的缘 最后做一个提醒 佛教徒对于自己的正法 要有信心 要有坚固不动的愿力 可是我们生活的呢 不是全世界都是佛教徒 也有Nam Buddhist 有基督教 天主教 也有其他的宗教 所以我觉得呢 你要有平等心对一切的众生 像我 我们在台湾虽然佛法也很兴盛 有时候我做捷运的时候 也会遇到人家对我非常不友善 一看他就 臭和尚 就这样过去了 我想和尚一定很臭嘛 大概五小小说看太多了 我猜呢 我也心里没有讲 我心里就念 Om Ma Ni Ba Mi Ho 帮他祝福 我猜他可能是基督徒 或是天主教徒 为什么 因为他看到我们这个形象 他就觉得我们都是Evil 不用去变 从你心中流露的慈悲 你流露了对人的尊重 所以我觉得佛教徒跟非佛教徒 第一个要学的是什么呢 Respect 尊重别人 假如你人都不会尊重别人的话 师父提醒你 你佛是不可能成的 你人都做不好了 你怎么可能成佛 虽然你很用功修持 可是你对任何一个众生 都没有恭敬心 Respect Respect不一定是指对佛 你要对一切众生都恭敬 我们生活在这里是个社会 讲human right 第一个 你就要学尊重别人 你越尊重别人 你不用讲话 人家会越让你感动 他会觉得 虽然我对你这个师父很不友善 没想到你这个师父 这么慈悲 这么涵养 不讲话 都可以把我振服的 所以佛教徒不要常常去跟人家辩 辩赢了又怎么样 So what 你真正身上流露出 慈悲的力量 禅定的力量 智慧的力量 愿力的力量 这个才会感动别人 所以举一个例子 就台湾慈济功德会 他全世界啊 各个宗教的众生都度啊 对不对 基督徒 天主教徒都度啊 non-Buddhist也度啊 non-religion也度啊 非宗教信仰的一般的人 他也度 为什么 在佛法眼中 所有的众生都有佛性啊 对不对 他虽然现在是基督教 天主教 可是他也会学佛啊 有一天他也会学佛啊 你不用担心 搞不好有一天他学佛的时候 比你先快成佛 先正八地 不动地佛杀了 所以不可以轻视任何一个人 不但不可以轻视任何一个人 甚至也不可以轻视一切的众生 包含小狗 小猫 你不喜欢的蟑螂 不喜欢的蚂蚁 讨厌的蛇 对不对 你嫌肮脏的乌龟 讨厌的狗 赖皮狗 流浪狗 他都有佛性嘛 所以我在 敬明佛学社的时候 就举了一个例子 我们学观音法门 请问我们看蟑螂 看到什么呢 你得回去想一想 对不对 所以我就不用重复了 所以我最后 我要深深地感受到说 作为佛教徒 你要尊重别人 我常常有觉得 有些佛教徒 他只是在形式上很用功 每天弄很多经啊 很好 是否没有否定 可是呢 我觉得你的quality还不够 为什么 从你身上 看不到尊重别人 体谅别人 对不对 慈悲 耐性 这些功德力 会从身上看得到 另外一个 就是你一定会有 action 从你的慈悲 慈悲不是嘴巴讲讲的 我假如做一个调查好了 来试试看 假如我们佛教都讲慈悲 大悲愿力的观世音菩萨 假如现在我们海印古寺要在南非啊 这是我假设的 不是你大师傅的意思 我只是假设不会考验你 假如我们现在南非啊 最落后的地方要建一个寺庙 海印古寺分院 我们要五十个义工 长期那边住二十年 谁要去啊 我想没有人要举手啊 可是你看基督教天主教的牧师跟神父呢 为什么这么了不起 我连小时候我都很感恩神父跟修女 虽然那些神父跟修女最后说 你真可惜了 你去当法师了 你应该来当神父的 我的选择 可是你想想看 基督教跟天主教的牧师神父 为什么在越苦难的地方 他可以传播上帝的爱呢 我们佛教徒要好好想一想 我们不是要跟他比 因为我们不是真业绩 可是我发觉 佛教徒很会讲 其实真正做的时候呢 连一个外道徒的Mother Teresa 我们都比不上人家 是不是 所以慈悲一定有大悲怨心的action 有动力的 最有名的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 所以你想要得到观音菩萨加持 你除了嘴巴念 念普曼品 你念大悲神咒 你要问你的心 像不像观世音菩萨 你的行为 对你的家人 像不像观世音菩萨 这是我们要努力的地方 这也是我来新加坡 讲了这么多的经 想鼓励你们 帮助你们的 什么 Update the quality of your practice 提升你修行的quality 而不是永远在外面比 Quantity我们做了多少 做了多少 其实做多少 最少是随缘的 做的再多 你若没有把握你的心 那也只是福报而已 不一定是功德 好不好 好 今天有点晚了 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好 关于回向文 我们请合掌 跟我一起念四句记的 这个《我指引起来的回向文》 回向是在你内心里 也有人有问我说 师父我要用哪个回向 其实哪一个回向都很好 我是一位法师 就像一个药铺的老板一样 教每一次不同的回向 不管是宗科巴大师的回向 乐章吉祥经的回向 极乐净土的回向 或是观世音菩萨法门的回向 都好 都是平等的 你不要有分别心 你不要觉得说 是不是哪一个回向文 比哪一个回向文好 其实通通都一样的功德 好 请看幻灯片 今天是讲座倒数第二天 今天介绍最后一个 眼耳鼻舌生意的意 意又称为心 也称为念头 有一个脸友问说 师父请问你所指的念头是什么 有几种念头呢 念头就是你的心 其实严格说 念头只有一个 因为不会有两个 有两个的话呢 你就一定会变成两尊佛 那可是在不同的经论里面 介绍念头在不同的状况下 可能会有出现不同的情况 举一个例子 大海里面的波浪 有很多种 狂风暴雨的时候呢 海浪是很大的 假如呢 今天是微风吹动的时候 波浪是一点点的 虽然波浪有很多种 但事实上 它都跟海水不能分开 因为如果分开的话 它就不叫做波浪了 所以在不同的情况下 它会呈现不同的情况 所以你问我 念头有几种 答案没有固定的标准答案 但是在转念的这篇文章里 后面我有说到 念头简单可以分为 初 中 跟细 初就是很粗躁的念头 当然我们的念头有很多种 第二个 细就是 中 就是比如你静坐的时候 你的念头比较宁静 更细微的念头 有些是你察觉到的 有些是察觉不到的 所以事实上 念头 在不同的心境 或不同的情况下 是会显现不同 但是你问我 念头有几种 答案是只有一种 因为念头不会有两种 假如念头有两种的话 那表示你有两个我啊 那念头 使是在不同的情况下 会产生不同的作用 所以一般会分为叫做 妄念 一个叫正念 一个叫清静的念 或叫不清静的念 杂染的念 或叫做不同杂染的念 这都是分类不同而已 今天是最后一天 交禅观最后一天 明天还有一天 明天时间比较短 所以我明天不会教禅观 所以请各位注意听 这是什么 太阳 在净土中里面 观无量寿佛经里面有教 假如往生 净佛国土 尤其西方极乐净土 你可以在观西洋西下的太阳 落日 好像什么呢 悬在空中的一个谷 所以叫落日悬谷观 各位有空可以到圣讨沙 或是到猫favor 快要太阳西下的时候 你可以看太阳 然后眼睛看太阳 拿着念珠念佛 一直念一直念念念念 太阳当然一定会下去 对不对 可是呢你常常练习 常常练习 练到太阳啊 它已经掉下去了 可是太阳还是在你的面前 眼睛闭起来 跟眼睛张开 太阳永远在你面前 那你就得定了 保证你会往生极乐净土 你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 不过很难 而且当你练成的时候 你看到的太阳 太阳不一定是金色的 假如是看到黑色的话 那表示你业障有一点重 所以你要灿除业障 灰色的也是 假如看到白色的太阳 或是金色的太阳 这个呢 是业障比较轻 这写在善导大师的 观经四帖书里面 他有解释 那近代也有老和尚 修过这个方法 不过他已经往生了 所以要修这个方法 不太容易 因为呢 他要禅定力很深 不管开眼或闭眼 太阳永远在你面前 表示你的心得定了 好 接下来再看 夕阳西下的太阳 那我今天教的这个方法 会对峙于 所谓的忧郁症 也会对于你 悲伤念头很多的人 或是常常对自己 没有信心的人 那忧郁症的人 有时候是烦恼想的很多 那有时候呢 你会觉得你自己生活在恐惧跟不安里 所以他有两个方法 今天我教一个太阳 一个是教水晶 请专心听 那你可以观 旭日东升的太阳 但是也可以观 夕阳西下的太阳 但是不要观正中午的太阳 因为正中午的太阳太热了 你看太阳太热的时候呢 连小狗小猫呢 跑到树底下去躲起来了 小鸟也会躲起来的 所以换句话说 太强的阳光呢 对你来讲 会有太强的绝受 所以你会觉得比较不舒服 依佛经的建议 是观夕阳西下的太阳 是最美的 为什么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我们中国人这样讲 接下来 那在夕阳西下的太阳里面 它也会刚刚下的时候 跟快要结束的时候 跟在最后一刹那的时候 看到的也会不一样 比如说你看 这张照片里 你就可以看到 夕阳西下到已经一半了 碰到云的时候 它反而会反射万丈的光芒 那万丈的光芒是非常的柔和的 所以你可以观想 你的头顶前面 有一个很庄严金色的太阳 放着光照着你 以及照着一切的众生 这个会除去你的黑暗跟恐怖心 这也是一种 灿除业障的方法 再看下面一张 在最后一秒钟 太阳要进入地平线的时候 它会特别特别的亮 我们中国话讲 回光返照 这时候你呢 在最亮最亮那一刹那之间呢 它就进入地平线了 山河大地就进入黑暗 就好像你点灯也是这样 刚开始点很亮 然后一直烧烧烧 烧到输油灯 快要结束的那一刹那 火会特别的旺 只有几秒钟它就结束了 所以观想太阳光 放着照射你 也是一个很好的对峙的方法 这个方法甚至不用花钱 比你去吃药还有用 各位可以试试看 第二类 好看 为什么我要介绍这呢 今天我教的水晶球之外 我还要叫你念咒 请注意 请看幻灯片 补充资料 三种力量的结合 自力 佛力 与法力 我把幻灯片打开来了 你要抄的人可以抄 自力就是什么 你的虔诚心 第二个 你很专注的观想 观想 观想是它有力量的 今天有一个联友 他又来问我 他可能没有今天出席 因为他工作很忙 我知道 他也跟我说过 师父 他曾经碰到幽灯界众生 对他 嘻嘻嘻嘻嘻嘻 你念佛是没有用的 你会念我也会念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反生呢 是因为你嘴巴念 你的心根本没有念 所以鬼也不怕你 我们常常是嘴巴只念而已 这时候你 假如你是归依佛弟子的三宝弟子 你应该思念戒定慧的功德 所以 你作为三宝弟子 鬼是不可能归依的 所以你不用怕 他不会伤害到你 你有 三归依的戒体 第二个 你不是要赶他走 而且你要改变这个情况的话 最大的力量是什么呢 请看幻灯片 观想力 也就是你嘴巴虽然念佛 或念观世音菩萨 或念药师佛 你是嘴巴念 可是你心中没有力量 所以他有神通 他看了笑死你了 你会念 我也会念 你念阿弥陀佛我也会念 超度超很多 我也会念 但是问题是什么 你要加上观想 这时候你也可以观想 任何一尊佛 就像太阳一样 放万丈的光明 听好 不是说要消灭他 不是 而是用光明照的 也解除他的痛苦 也让他而得到解脱 你是以大悲心帮助他 这时候他会感谢你 合掌 然后就离开了 他也不会伤害你 为什么 他会觉得你这个佛弟子的观想力是很强的 所以观想是要练习的 了解吗 第二个 待会我们观水晶球的同时呢 我要希望你念咒 你也可以念佛号 所以持咒 咒跟佛号都至于来自于的佛的力量 所以佛力 第三个 你的心要很宁静 这叫法力 叫禅定力 那为什么我们平常呢 念力很弱呢 是因为我们的心很散乱 我们平常也没有练习过 所以没有练习过呢 你就觉得好像没什么力量 其实在我们台湾有很多人都是念大悲咒 以及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大悲咒水是可以致癌症的 真的 这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功德力 但是你要非常的虔诚 非常的精进而念 所以你必须要练习 自力 虔诚 加观想 二 念咒跟念佛 就是仰仗佛力 第三个 你要训练你的念力 念力心安住在禅定当中 这个法力就是禅定力 好 接下来再看下面 水晶 水晶请你关的时候 关白色的 为什么呢 因为白色是所有各种颜色的 最原始的颜色 可不可以请一个复法居士 招待外面有个居士 他可能没有座位吧 关心一下好吗 谢谢 看看他需要什么 谢谢 白色的水晶球 你先不要关红的 紫的 为什么呢 虽然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 不同的水晶 有不同的能量 但是今天师父不是在卖水晶 我是教你用水晶来观想 所以先关白色的 为什么呢 白代表清净不染 我们的心 也是本来是清净不染 我们的心是不生不灭 不够不静之外 我们的心也没有颜色 也没有形象的 可是当你白色的水晶球 碰到不同的环境的时候 它可以显现不同颜色 请看这张 它就显现出呢 有一点像是粉红色 或是淡淡的紫色吧 粉红色 因为它周遭呢 是用粉红色的纸包围着 所以可见呢 你的心很宁静的时候 外境是什么样 你就可以显现出什么颜色 这是为什么要叫你 关白色的水晶球的原因 接下来看 白色的水晶球 如果放在那个绿色的叶子里 它的反射呢 就通通都是绿色 可见 我们的心也像水晶球一样 什么都颜色都没有 越是什么颜色都没有 你越清净的话 山壳大地 外面的东西 越能显现清楚 乃至于过去 现在 未来 所有的梦境 你也会显现清楚 好 再看 水晶球 其实也可以显现出 不同的能量 现在你用物理学和科学 去测量 的确水晶 它是有能量的 但是不要太执着 它只是一种 新的训练的方法 了解吗 好 所以我们现在来练习 白色的水晶球 怎么练习呢 我先说 待会背挺直 身体放松 然后先不用做 注意听 请你今天结禅定印 因为禅定印的时候 观想你好像捧着一个水晶球 就在你的腹部 然后呢 开始放光 它放光是360度的 上下左右都放光 放的时候慢慢放 不要急 你心不要这样 那你心太急 也不能得定 慢慢的 然后呢 你在放光的同时 听好 我希望你心里 嘴巴不要动 你念个佛号 或咒语 你自己决定 因为呀 现在众生吃的青菜 都不一样 我也不要强迫 同一个咒语吧 你可以念地藏菩萨 要师如来 释迦摩尼佛 阿弥陀佛 观世音菩萨 六四大名咒都可以 其实任何一个咒语 都可以治病的 所以你就观想 然后呢 开始水晶球 慢慢放光 一直照 然后你就开始念咒 比如说 你可以念 Om Ma Ni Ben Me Hoon 嘴巴不要动 心里观想 顺着这个光 开始放光 然后一直念咒 然后一直扩大 扩大整个 到整个海印古斯 一直扩大到整个新加坡 好 就暂停 再回来缩小 从开始 零开始 从头 就好像你插了电灯泡 它刚开始放光 亮的那一刹那 然后呢 360度的上下呢 这样一直放 慢慢的放 慢慢的放 放到整个扩展到 新加坡的时候 你就暂停 当然你也可以练习呢 一直扩展到 整个地球 整个虚空 整个银河系 不过今天呢 先专注你的心量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有人会说 哎呀师父 我特别的宁静 没有关系 宁静是好事 不要去执着 但是也有一种众生 会感觉到 师父 还有我快心脏受不了 我简直快爆掉的感觉 你放心 不会死的 那只是破除你 生生世世的执着 你执着就好像 身体在一个 现在好像身体膨胀 糟糕糟糕 我好像快破掉 其实眼睛眨一眨 不会死的 那只是一个幻觉 你不要太在意 有的人很执着 在心脏呢 就会说 哎呀 我心脏会不会停 不会 你放心 停的话 我们有这么多人 帮你助念 也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你不要紧张 你没有这么快走的 好 现在背挺直 身体放松 眼睛呢 请你完全闭起来 不要紧张 完全闭起来 手 请放禅定印 好 嘴巴闭起来 舌头顶上额 用你的心开始念 好 开始关 白色的水晶球放光 心中念佛或念咒 观想的时候 慢慢的扩大 不要急 好 在这里 我要公开的回答一个问题 在你观想的过程里 会有些联友 因为从来没有练习过 你突然觉得很新鲜 然后你因为没有做的时候 突然练习的时候 比方说眼睛一闭起来 有些联友就会跟我说 师傅我突然觉得 好像一个东西 噗噗掉下来 不要紧张 这是自然的 还有有时候 你突然会觉得 我在静坐的时候 好像突然被吓到一下 为什么 那表示你的我值 开始在震动了 举一个例子 我现在拿一盆水 中间水 装满了水 我中间放了一个玻璃杯 里面也装水 现在我拿一个铁锤 一直敲那个玻璃杯 一敲破的时候 玻璃杯的水流出来 就跟外面水盆的水 就同样混在一起了 这个比喻是什么呢 中间的玻璃杯 就是我们无量节的 我值 我见 讲的更白一点 就是你的固执跟执着 那你现在禅定 禅定像一个锋利的铁锤 它就是要破除你 生生世世的执着 所以刚开始在破除的时候 你会有觉得 一点点的恐怖不安 或是一点点震动 或是昨天讲的八处 气动 或是觉得很冰冷 或是觉得很重 这个都是自然的过程 它就是要震动你 生生世世 兼顾的我值 你的我值呢 就像中间的玻璃杯一样 你一直觉得它不会破 其实我值也是了不可得的 当你有智慧 或是般若 或是禅定的这个铁锤的时候 一敲的时候 它是会破的 你就让它破吧 没关系 那这一破了以后 里面的水 注意听 跟外面的水 你本来是有隔阂的 有一道玻璃 现在当你把你玻璃呢 还敲碎的时候 里面的水 跟外面的水 就融合了一片 所以就没有隔离 那这个必愈是什么呢 玻璃这道线 我只把你盖住 所以里面的水 你就认为是我 外面的水是什么呢 就是别人 所以你深深事实 有自己跟别人的对立 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明天我会讲到 要破除能锁的对立 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 比喻让你知道说 为什么我们要破除我们的我值 因为我们若没有我值 破除的话 我告诉你 新加坡这几天很热 台湾是下大雨 台湾是下大雨 台湾天 对不对 我的学生送email给我 台湾啊 很大的台湾啊 你知道吗 你看 假如你现在用一个小小的杯子 小小的杯子 在下雨天的时候 你拿出去海英古斯外面大电桩 你最多呢 可能装500cc的水吧 因为你的水杯就是这么小 对不对 可是你若你把你的水杯给打破的时候 变脸蓬这么大的话 你看你可以装多少的水啊 所以当你的我值破除的时候啊 你的心量是本来就像虚空这么广大的 事实就是这么大 只是现在你还没证悟到那个境界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每次 做完任何的功德的时候 都要回向 回向就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破除你的我值 第二转变你的心量 我们凡夫生生世世只想到自己 自己的家 自己的爸爸 自己的妈妈 就算我们听闻到佛法 我们也不一定会想到一切云云的众生 就算你想的众生很多 可能你也想 只是新加坡国土的众生 对不对 在其他国家的众生呢 你就觉得啊 so far away 跟你没有关系 那表示什么 你的心量还是很小 所以用这个玻璃杯的比喻是很好的 所以你要怎么样破除你的我值呢 要有止观的功夫 要有般若波罗蜜的力量 这是我要解释的 好 请开灯 然后我们看今天的经文 请翻开七十五页 看第十六行 甲六 杯至结合的三摩地 我今天准备把 这个七十五页到七十六页讲完 讲完以后 我看有多少时间就回答 明天我还会讲转念 明天的时间大概只有一个小时 所以 我今天先赶快把我的列页给圆满它 赶快我把它讲完 所以有耐心一点 那有些问题问得很好 今天没回答的话 明天我也会回答 请看 第五字梁叫做 金进不退 第六资梁叫 杯至结合的三摩地 这个是大乘佛法一个非常重要的 请做个记号 也就是第五类的资梁 分三 请看 几一三摩地为根本 看祭宋 一百二十二 菩萨乃至得 诸佛现前住 牢固三摩地 不应其放异 请看下面的经文 他说 诸佛现前三摩地 菩萨乃至呢 一直从出发心 一直随发菩提心 利益众生 修福修会 一直呢 到什么时候呢 到你得到 诸佛现前三摩地 把这个做一个记号 诸佛现前三摩地呢 有很多名词 在净土中里面 叫做波周三昧 波是波日的波 周是那个周传的周 三昧 诸佛一切都会现前的三摩地 得到乙呢 他就会安住在不动 这个诸佛现前 就是一种加持跟证明 所以他住在三摩地里面 而且住了这三摩地以后呢 他是坚固的三摩地 而且是生生世世都不动摇 请看画面的片 Samadhi 梵文叫做Samadhi 在巴黎文 有时候他也用Samadhi 或用Samapati 三摩波陀地 三摩波地 Samapati 后面一个是巴黎文 前面呢 是梵文 也是巴黎文 三摩地是非常重要 所以你想要得到大称的三摩地 先要从哪里修呢 从指跟关 所以禅定波罗蜜 六度里第五度很重要 那波尔波罗蜜也很重要 所以第五度跟第六度呢 就像鸟的两个翅膀一样 也像你的两个人的两只脚 假如你只有一只脚的话呢 当然行动会有些地方不方便的 所以就像鸟的两个翅膀 像我们人的两个脚 两个手 会相互配合 所以这个你三摩地 要从哪里用功呢 要从禅定波罗蜜 跟波罗蜜 那若是第五度跟第六度 把它结合起来 你要从哪里下手呢 从你的念头 所以为什么这次讲座 我要教你 色身相畏处法 念头若是很散乱的人啊 这个人记忆力一定不好 烦恼也会很多 圣身的佛经 你也看不太懂 为什么 因为你的心太乱了 举一个例子 假如现在下了雨 你拿一个脸盆 上面呢 有很多的泥土 那水呢 你一直搅 一直搅 对不对 各位你有没有听过 white milk 牛奶加上奶精 你一直搅 一直搅 你看不到底的 对不对 music 奶昔 你也是一直搅 一直搅 一直搅 你是看不到底的 你唯有的水呢 让它放在那里 然后慢慢沉淀 过了一天 两天以后 肮脏的东西 它就会沉淀了 你就会看到 上面有一层 很干净的水 我们的心 也是这样 所以 你看不懂 圣身的佛经 有很多方法 第一个 拜灿 灿除恶业 就像镜子上面的灰尘 把它擦干净 第二个 念经 颂咒 还有拜佛 都可以 但最重要的是什么 你要训练你的念头 要让它宁静下来 宁静下来的时候 业力灿除的时候呢 你就会呢 体会到 愿解如来 真实义 所以 密集式的用功 去打佛期 或是打禅期 或是你放假 在家里好好用功 一个礼拜 或是一个月 你的业力是会 忏除的 所以 你的心 安住在宁静的话 你就比较可能 靠近 大乘的三摩地 所以三摩地 是要升起 卑制结合的根本 慈悲跟智慧 怎么结合呢 很简单 就像 水 加上honey 你们新加坡有时候很热 lemon honey water 你怎么做 lemon honey water 当然第一个 拿个水 第二个 挤柠檬 挤完以后 有时候放进去 有时候丢掉 第二个 再倒上honey 然后就搅一搅 对 你一定会把它搅得很均匀吧 你不搅的话 那蜂蜜都会留在最底下 假如你把它搅得均匀的时候 全部这是什么 lemon honey water 那我请问你 当lemon honey water的时候 你怎么把它分起来啊 你还可能分吗 待会倒出来 倒过去 倒过来 倒过去 没办法分的 全部都混在一起了 这个就叫做 卑制结合的一种辟语 其实你卑心越广大的时候 你的智慧就会越深远 你的智慧越深远的时候 你的悲心也就越广大 举一个例子 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对自己而言 叫观自在菩萨 观世音菩萨 叫利益众生而言 观世间的因生 虽然观世音菩萨 是十方诸佛排行榜 大悲心第一名的代表 但是观世音菩萨 也有般若波罗蜜的智慧 就像你们读心经 观自在菩萨 行身般若波罗蜜多时 你看 所以可见 般若波罗蜜多 观世音菩萨也修学 它是慈悲跟智慧的结合 智慧有时候我们是讲空性 所以慈悲跟空性的结合 就像我刚才比喻的什么 Lemon Honey Water 不错的比喻吧 好好想一想 好 接下来再看 接下来为了要介绍这一段 我会介绍部分的 从日本 在中国学到 传到日本的东密 不管你学不学没关系 跟这一段经文有关 请看 在东密里面 这个叫做大日如来 我们每一个人自信当中 都有光明 好 你看 非常的庄严 大日如来带五方佛的宝观 什么是大日如来 就是你自信的清净心 南无清净法身 毗卢浙那佛 毗卢浙那佛就是大日如来 在东密里面用不同的名字 注意看 它头上一定带五方佛的宝观 所以代表 成佛的时候有五种的智慧 在东密以及藏密里面 非常重视五方佛 东方阿处皮佛 南方保身佛 西方阿弥陀佛 北方不空成就佛 中间是皮卢浙那佛 这五个佛融合一体 就是大日如来 好 你注意看它身上 它有佛的功德 也有菩萨的功德 为什么有佛的功德呢 它有无间顶向的肉迹 带五方宝观 同样它也有菩萨的功德 你看身上有丝绸跟阴落 特别的注意是 它的手印是这样 右手握拳 左手这样 注意听 这个叫卑制双运 我曾经看过很多 非佛教徒说 这个手印叫做男女交合 那简直是斜贱 那脑筋真的是很不够清楚 佛很多的手印 有它不同的意义 这个就叫卑制双运 大日如来 就是代表 卑制双运的三摩地 所以在东密里面 身口意双运 身它必须绝手印 其实教你们每天这样 两个手放平 这个也是手印的一种 叫禅定印 诸佛菩萨都结禅定印 你看尊贵的释迦牟尼佛 后面也是这禅定印 有时候释迦牟尼佛会现 说法印 有时候佛陀也会现祥摩印 有时候佛陀也会显现 与愿印 给你的愿望 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禅定 表示手结禅定 你心就得定 第二口 它也要念咒 它念大日如来的神咒 意念要观想大日如来 这叫做三密相印 这也就是东密跟藏密 为什么要重视咒语跟手印的原因 所以大日如来 是代表我们每一个人自信的光明 在看这张幻灯片 大日如来背后有熊熊的焰火 代表是什么 你般若波罗命的智慧 所有的智慧呢 把所有的烦恼都烧掉了 智慧的火焰而现前 而在四大菩萨里面 你会看到谁会有熊熊的焰火呢 大智文殊师利菩萨 文殊师利菩萨的智慧剑 上面就有熊熊的焰火 所以佛教里面有很多是 symbolism 就是象征主义 它要依经论而根据 假如你对大日如来有兴趣 那在《大藏经》里面 有这个叫做大日经 就是讲这个的 好 接下来 再看三摩地 什么解释 请看 七十五页 第十九行 最后一个字 三摩地者 叫平等住故 把这四个字画起来 平等就是 内在的心 与外在的境界 合而为一 完全彻底的平等 住是指心安住在那里 在南传清静道路里面 叫心依尽性 心 你的心 mind 静就是外在的境界 object 静心依静性 就是静 宁静的静 性就是注入在 平等的佛性当中 所以南传佛教 其实也有三摩地 大乘也有三摩地 比方说你读华言经 华言三昧 就是大乘三摩地 法华经 修法华三昧 就是大乘三摩地 念佛的人 念佛三昧 也是大乘三摩地 事实上有无量无边的大乘三摩地 所以叫无边三摩地 那这里讲什么叫三摩地呢 简单的讲 就是你的心啊 跟外面的境界融合为一体了 没有分别 就像刚才我在这举个比例 外边拿一个水盆 中间有一个玻璃瓶 你把它敲掉的时候 里面的水跟外面的水 融成一体啊 那你怎么分 里面的水跟外面的水呢 你没办法分的 对不对 可是我们凡夫呢 很难振入到这个境界 为什么呢 最细微的念头 就是我们要生生世世的 细微的执着 分别 妄想 所以教你分别心 是要断你的执着 而进入三摩地而用的 请看 菩萨乃至为得这个 广大的大乘三摩地之前 之前呢 他不应该放逸 应该勇猛精进 为什么呢 因为菩萨若没有得到 大乘三摩地啊 菩萨若成愿再来 广度众生的时候 因为恶缘现前 他可能呢 还是会堕入到三恶道的 所以 未离不嫌固 就表示他的心啊 从来没有悠闲过 事故 得到此三摩地之前啊 你应该勇猛精进 永远不可以放逸 接下来 得此三摩地的时候 所有一切的恐怖啊 就一定得到解脱 所以我今天教你 观太阳 太阳是由外而照内 水晶球是由内而往外照 都可以 就是要破除你心中的恐惧 不安 黑暗 或是各种的焦虑 当然 恐惧不安 有很多的原因 它也是一种恶业的一种 但是它是有方法对峙的 为什么呢 其实恶业就像天上的乌云一样 当风一吹的时候啊 乌云就没有了 所以恶业是可以消除的 好 再看下面的幻灯片 刚才讲大日如来 这是我在台湾花莲一个道场 是日本高野山的传承的 在日本里面呢 你会看到有最有名的叫做两幅探卡 第一个叫金刚界 第二个叫胎藏界 它是很有名的 这大日经里面 把所有的曼拉拉 净土的谈成分为两类 第一个叫金刚界 就是这样 框框 一圈一圈一圈的 待会给你看细部 第二个叫胎藏界 胎藏界对不起 因为我拍的时候呢 那个住持很慈悲让我拍 因为我想红法立身 可是它刚好左边 有一点东西挡住了 那胎藏界的时候 它分为九格 你看中国的九宫格 所以三三得九 所以它是分九格 那一格一格 像母胎一样 就这样子 像种子一样环抱着 叫胎藏界 好 再回来看 金刚界里面呢 中间就是大日如来 东边就是 它这里面有一圈八个 好 请看右边 东边就是阿处皮佛 南方宝生佛 西方阿弥陀佛 北方不空成就佛 对不起 因为光线的关系 可能不是很清楚 没关系 你专心听 中间就是大日如来 好 那现在四个佛的旁边 刚好可以有四个菩萨 所以早期的在金刚界里面是配四个菩萨 一般配什么呢 配文殊 普贤 观音跟世智 有时候它配文殊 普贤 观音跟弥勒 这四个菩萨 后来四呢再乘以两倍 就变成八大菩萨 所以要是经讲 灵命中时八大菩萨来接你 八大菩萨 以后再跟大家介绍 所以这是金刚界的本尊 好 你看太藏界的本尊呢 就除了中间的大日如来的 旁边绕一圈就是八大菩萨 那八大菩萨呢 一般是文殊 普贤 观音 世智 弥勒 地藏 除盖藏 跟虚空藏菩萨 那这八大菩萨里面 前面六个你很熟 可能后面两个你比较没有听过 叫除盖藏菩萨 跟虚空藏菩萨 那这个在东密里是非常重要的 像空海大师就主修虚空藏菩萨 八大菩萨他都修 但是他专修虚空藏咒 所以虚空藏咒 跟除盖藏菩萨的传承呢 现在保留在日本跟韩国 东密的体系里面 所以太藏界里面是中间一个 然后旁边呢 是八个 所以九 九代表什么呢 因为我们中国人 从数字零开始 二三 一二三四到 皇帝叫什么 你们有没有听过 九五之尊 对 皇帝不会讲十的 为什么 十到圆满的话 那他就做不了皇帝 所以九的呢 再圆满再一半 九五之尊 所以中国人认为呢 九是最圆满的 那只有一个人可以用九五之尊 就是皇帝 你要是用九五之尊的话 你就 就被杀头了 所以在很多人类的文明里面呢 九是很重要的 请问 往生极乐世界 有三倍九品莲花 你看 也是用九 好 接下来再看 那中间的大日如来 就是啊 什么叫大日如来 光明骗照一切 它的意思是说 事实上我们的心啊 是骗照三千大千世界的 就像太阳一样 太阳照所有的 三颗大地万物的时候 它是没有障碍的 新加坡的人他也照啊 有钱的人跟没有钱的人都照啊 对 男众女众都照啊 人也照啊 动物他也照啊 代表是什么 真正的大日如来的自信啊 是遍一切处 没有分别心的 所以平等心是很重要的 平等心从哪里修呢 从华言经的十大愿望的第一条 礼敬诸佛愿 就是要修平等心 因为平等心是开显你自信 大日如来一个最直接的钥匙 所以它这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意义在里面 好 接下来再看回经文 请看七十五页第二十三行 此三摩地有三种 第一个叫色攀圆 第二叫法攀圆 第三个无攀圆三摩地 请专心听做个记号 这三种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这三种啊 我在这几天教你色身相畏处法的时候 就已经教了 第一个请看什么叫色攀圆 你也可以看幻灯片 我用不同的颜色标示出来 可能会提醒你一些重点 第一 在这个三摩地里面攀圆 攀圆呢英文叫perceived perceived 就是你用心去圆外面 举一个例子 像我现在的手伸出来 抓这个法轮 摸 这个就叫做我的手 圆到这个法轮 对不对 这个就叫做圆 perceived 攀圆 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告诉你 你这个人不要乱攀圆啊 不要乱攀圆 意思吗 你的心不要到处外面去抓啊 但是现在我们修禅定啊 不要往外抓 心要反过来 反过来抓你自己的念头 那有三类可以让你得到大乘的三摩地 这三类呢 请做个记号 是过去佛 现在佛 跟未来诸佛都一定要修的 也就是过去 显结千佛也都修这三种三摩地 现在的弥勒菩萨 他也修这三种三摩地 未来的显结千佛 也交这三种三摩地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 若攀圆如来的形象 就是你心里想诸佛如来的 庄严的相貌 相好庄严 因此而意念佛的功德 有一个形象 让你去做依靠 这里的色不是男女之色 色是指一切的形象 any kind of form 所以我带一个顿号 攀圆它当动词 也就是依色而圆取的 这种三摩地 叫做色攀圆三摩地 这样了解吗 假如以英文翻的话 就变成 the samadhi of the perceiving any kind of form 这叫做色攀圆三摩地 好 请看下面一张图 我们最常用的 释迦如来 对 当你心看到这尊佛像 很庄严 生起全成功信心 你观佛的两个眉毛中间的白豪像 或是你想佛的鼻子 或想佛的嘴巴 或想佛的耳朵 你专注在一点 而你心感到很清凉跟乏喜 这个就叫做色攀圆三摩地 观想释迦牟尼佛的形象 所以为什么我会印了很多佛卡 除了让你供在佛堂之外 也就是要让你修禅定用的 这是第一类 色攀圆三摩地 我们凡夫也可以修 但是我们凡夫刚开始的念头很短 就像我教你看蜡烛 或是看香 或是你看前面的一个东西 像我眼睛现在看法轮前面的尖端 刚开始可能只有一两秒钟 你心就跑掉了 没关系 继续练习 继续练习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越定越久 越定越久 那你不用去在乎它其他的细节 注意听 当你专注在一点的时候 整个法轮啊 就会像那透明的立体的一样 就陷在你面前 你的心就会觉得很安详跟宁静 同样你观佛 或是观世音菩萨 或是要师佛 你专注在他的脸的时候呢 知知然然啊 他的心整个呢 就像透明一样 会陷在你面前 你的心就会很宁静 很安详 这叫色攀圆三摩地 再看前面 第二类 法攀圆三摩地 请看 若父攀圆佛的十个名号 七十五页第二十五行 假如你去思维佛的名号 大家知道 佛成佛的时候都说 如来应共正片之 明行足 善事事间解 无上事 调育丈夫 天人师 佛 使尊 请你去查佛学词典 不要来问我 这基本去查佛学词典啊 没有什么东西都问师父啊 对不对 你要先自己弄 你查了以后 你再不懂来问我 我会告诉你更详细 佛有十个名号 代表他有十类无量的功德 佛也有产生 这十例 似无所谓 十八不共法 换句话说 这是讲佛无量无边呢 超越形象以外的 佛的功德 而念佛 所以这里的念佛呢 不是只有嘴巴念他的佛号 是脑筋真正思维 佛菩萨的功德 比如说像你们 在欲佛节的时候 赞叹释迦摩尼佛 唱释迦摩尼佛的祭送 然后中古齐迷 绕着大殿念 释迦如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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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透过念佛 佛的佛迷 让你意念到说 哎呀 你看 佛陀多么的慈悲 到我们这个五作恶事来 讲经说法 佛在雪山苦行六年 我自己呢 苦行过多久呢 佛呢 生生世世呢 布施自己的 所有一切救度众生 佛为了一记一句呢 都能够舍身为虎 而去求无上的佛法 佛在金刚经里面呢 求五百世的忍辱先人 你思维佛的种种的故事 而让你感动流眼泪 你觉得我 发心要跟他佛学 这个叫做 法攀元三摩地 这时候你不一定看得到什么 其实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意思是说 没有一个具体的形象 假如是具体的形象的话 那就会变成第一类的 色攀元三摩地 当然可能有些人呢 因为他很虔诚啊 在欲佛节的时候 他真的看到了 释迦摩尼佛 那很好 比如说你有善根 但也不用太执着 也不用去炫耀 所以这边讲的 法攀元三摩地 是你心去思维佛讲的正法 跟无量的功德 比方说 什么是无量的功德呢 无量悲心的功德 无量智慧的功德 无量愿力的功德 无量度众生的功德 这个才叫做 法攀元三摩地 好请看 给你看一张西藏的图片 这个就是讲 法攀元三摩地 看 一个左下角的人 他很虔诚的念 释迦如来 释迦如来的佛号或咒语 他心中观想出 放无彩的光 佛就现前了 由一个佛 摇身一变 变成无量无边的佛 那所有的佛呢 像彩虹一般透明的 它并不像你有 像金啊铜啊铁啊 或茶杯是硬邦邦的 它是彩虹透明一般的 这个叫做 法攀元三摩地 了解吗 最重要它思维 佛的各种无量功德 所以你说我们说 归命三宝 归命什么 归命佛的无量慈悲 归命佛的无量智慧 跟归命佛的无量愿力 这才叫真正的归命三宝 归命三宝不是嘴巴念一念而已 你要真正能在念当中 真正升起慈悲 智慧跟愿力的功德 当然三宝的功德有很多 无量无边 不是呢 我只是把它归纳成三个 让你比较容易记得 所以法攀元三摩地 是什么呢 无量的慈悲 无量的智慧 以及无量的怨行 怨恨也可以 好 接下来再看七十六页 第二行 若父 假如我不思维形象 我也不攀元佛的这个法的功德 我也不做任何的念头 就无所得的造作 远离一切所有的相 为什么呢 金刚经讲 凡所有相都是虚妄的 那这样呢 我证入了无相 无作 无愿三摩地 这个叫做无攀元三摩地 请看幻灯片 这里无攀元三摩地 就是什么呢 摩赫波罗蜜 那你要修到这个无攀元三摩地 那你必须念金刚经 念心经 或念小品般若经 或念六百卷大般若经 举个例子 民国时代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 曾经来过新加坡吧 对不对 临风般若讲堂 有来过吗 我印象中他有来过新加坡 他来新加坡红法国 细节对不起 我不是很清楚 那他一不生都是八宗都弘扬的 可是他自己是弘扬回世宗 可是他每天晚上都念波尔经 在他的传记里面 他的的确确因为读大波尔经 而在开悟了 看到过去现在 未来诸佛都现前了 他就开悟了 所以读波尔经 可以让你开悟的 所以有些道场 现在发愿 耸啊 金刚经啊 或是波尔经啊 很好 不过我建议你在 念完一段波尔经以后 最好静坐15分钟 不要那么急 急着拼命把法会赶完 就像你们呢 欧弥陀佛 还是不要说好了 对啊 七月法会到了 大家都很忙 对不对 好请看 波尔波罗蜜 好 所以 等一下 波尔波罗蜜 我也有一张图片要让你看 什么叫波尔波罗蜜呢 就是自信当中 放出无量的光芒 请看幻灯片 无攀缘三摩地 这是阿弥陀佛 然后身体呢 是红色的 放彩虹一般的光芒 这就叫做 无攀缘三摩地 也就是说 真正的波尔波罗蜜呢 就像彩虹一般 它会显现的 但是它没有一个 永恒不变的实体 因为它显现 所以叫做缘起 因为它没有一个实体 所以它叫 本性是空性的 所以叫缘起性空 凡夫要正入缘起性空 是很不容易的 除非你多生多结的善根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凡夫动个念头 就有我 我今天要上班了 我要赶快去工作 我的小孩 要赶快送他去上学了 我 要赶快去海印古斯听经了 下了班 我要赶快回家了 你不可能没有一个 我的念头 为什么呢 因为它生生世世 像河流一样 你已经习惯了 那你会说 师父 我假如没有一个我的话 我怎么活呢 答案你会活得更自在 比方说你静坐 假如你静坐 或是很虔诚地念大悲咒 你念到有一天 你身体完全都不见以后 你真的会相信 很多的念头串起来 让你感觉有一个人在思考 其实没有 当你注意 禅坐的时候 一个念头跟一个念头之间 你越来越宁静的时候 你会看到 念头跟念头之间是有空隙的 这个我没有时间教你 以后有机会吧 这是比较深的禅坐 Advanced Meditation 念头跟念头之间是有空隙的 假如你的禅定力更深的话 第一个念头跟第二个念头之间的空隙 会更久的 为什么 因为这些念头是暂时显现的 再举个例子 给让 对不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